大家好 我是专门研究人类大脑和人类文明的up主 这一期依然是禁读科普内容 上一期讲述的是植物版本的毒品大麻 这一期讲述的是化学版本的毒品大麻 从1970年开始 大量的科研人员开始研究大麻中的DR9TRC 测试用于医学用途 主要的目的是测试用于治疗癌症晚期的疼痛和呕吐 开发出了一些化学药品 但是大多数国家是禁止使用的 那么这些科研人员又分成了两波 一波去研究DR9TRC 另一波去使用化学方法 合成出类似于DR9TRC的东西 这两波人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去激活人体内部的CB1受体或者CB2受体 CB1受体主要存在于大脑神经突出的突出前膜上 CB2受体主要存在于外周免疫系统里 我在上一期介绍过CB系列受体 它背后的集联反应非常复杂 根本就没法统计 所以科研人员只能从CB1受体 或者CB2受体这个受体本身入手 要么激活CB1 要么激活CB2 要么都激活 然后去测试激活以后有什么正面效果 有什么负面效果 怎么才能屏蔽掉这些负面效果 其中有四个科研团队 开发出了将近500种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就是化学合成大麻 目前全都是一级管制物品 第一个科研团队是以色列的西伯来大学 在1960年代开发出的HU系列化合物 第二个科研团队是1970年代 辉瑞制药厂开发的CP系列化合物 第三个科研团队是 美国东北大学开发的AM系列化合物 第四个科研团队是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在1980年代开发的JWH系列化合物 其中以色列的西伯来大学开发的HU210化合物 它的作用强度是Δ9TRC的800倍 咱们今天主要讲述的是JWH系列化合物 其中的第18种JWH018 因为这种化合物是毒贩子最先钉上的 JWH018的作用强度是Δ9TRC的5倍左右 这些化合物都是Δ9TRC的化学生计版本 它不需要种植 它直接合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四个科研团队 它都是认真负责的用于医学科研医学测试的 但是被毒贩子钉上了 毒贩子把它变成了毒品 这些东西就是化学合成大麻 生产运输贩卖化学合成大麻 与生产运输贩卖冰毒是同等的重罪 2010年年底 美国基督局已经把化学合成大麻 设定成了一级管制物品 从此以后地球上所有的国家 都把化学合成大麻设定成了一级管制物品 这500种化合物被毒贩子钉上以后 演变成了毒品 全都是化学合成毒品大麻 其中的JWH018是销量最高的 也是最先开始运作的 JWH018刚开始是一种科研化学测试药品 是美国克林姆森大学的一个教授发明出来的 这个教授的名字叫做 Joan William Horvman Joan的首字母是J William的首字母是W H Horvman的首字母是H 连在一起就是JWH 请注意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不是三个人的名字 接下来我简称它为Joan 目前所有的化学合成大麻的品种 大概有500种 其中400种就是Joan开发出来的 这些化合物的代号全都是JWH开头的 Joan的老师是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 他是196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从1984年开始 Joan William Horvman开始研究 Dirr9T10C的化学生技版本 用于医学科研用途 我查阅了Joan所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 我发现他在1966年到1991年之间 从来没有发表过Dirr9T10C的相关论文 从1984年到1991年 这将近五年的时间 他一直在进行基础科研 并且几乎没有任何产出 也就是他在做铺垫 在1992年左右 他开始彻底爆发 在1994年 他已经发明出了JWH-018 再然后几乎每个月 他都会发明出几十种JWH系列化合物 在1994年 JWH-018被发明出来之后的一年 毒贩子就盯上他了 因为在当时 这属于一种科研药品 大部分国家的缉毒局 都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作用 也不知道它是毒品 在95年那会儿 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 还是拨号上网 那会儿就有聊天室 或者论坛这些东西了 由于JWH-018在那会儿 没有被列入管制列表 所以那会儿的毒贩子 就钻了这个空子 毒贩子把类似于 卖结杆的这种完全无害的东西 碾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再把JWH-018 喷洒在这些卖结杆上 再做成包装 一小袋5克卖结杆 这5克的卖结杆里边 被喷上了大概10毫克的JWH-018 然后伪装成香料 上面写着禁止人类使用 再然后通过快递的形式 寄到买家的手上 这些买家都是聊天室里边的 活跃成员 这些买家收到货以后 就像抽大麻那样 抽这个JWH-018卖结杆 这些买家主要分布的位置是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 德国、英国、法国和全欧洲 在95年那会儿 一包的售价是25美元 作用和植物毒品大麻一模一样 但是更强烈 由于这种东西 当时没有写入管制列表里 并且它可以光明正大的过海关 所以这种JWH系列的毒品 开始严重的泛滥 在2006年左右 所有的毒贩子都开始经营 JWH系列毒品 其中泛滥最严重的 销量最高的是德国 这批吸毒人员里边 分成了两类 一类是吸毒过量 当场死亡 另一类是 记忆力严重下降 大脑反应迟钝 再也工作不了了 在2014年的三个月之内 俄罗斯境内的吸毒人员 有2000人 因为使用JWH-018 严重精神失常 其中1000人进医院急救 其中40人当场死亡 在2011年之前 美国的陆军 空军 海军 其中的很多军人 也开始使用这种JWH-018 化学大麻 因为军队里边会面临尿检 所以他们不敢抽植物大麻 植物大麻会检测出来阳性 然而这种化学大麻 它跟植物大麻DL9T10C的化学结构完全不一样 以至于尿检的时候检测不出来阳性 所以化学大麻JWH-018就成了植物大麻的替代品 在美国军队里边疯狂的蔓延 并且美国驻海外的军事基地里边的士兵也开始吸这种毒品 JWH-018开始在民间和军队泛滥起来 民间的死亡人数逐渐增加 军队里边的军人他这精神也不太正常 最终美国基督局终于注意到了JWH-018这款毒品 在2010年的11月颁布了紧急法令 把JWH系列毒品设定成了一级管制物品 但是在2011年3月份才开始真正生效 在生效之前的一个月 也就是2011年的2月份 美国军队内部颁发了一个法令 军事司法统一法令 禁止使用JWH-018 并且美国所有的军队开始尿检筛查是否有人使用 2011年6月份 俄克拉荷马州停克空军基地 查出了30名飞行员使用了JWH-018化学大麻 这30名飞行员被当场开出军级 还是这一年的10月份 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 查出了64名水兵使用了JWH-018化学大麻 其实早在2008年德国那边的一个up主 他就发现街头上开始泛滥JWH-018在德国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JWH-018的发明者 周恩 告诉周恩 这东西已经变成毒品了 然后周恩表示很震惊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使用了JWH-018而致死 这些死难者家属疯狂的炮轰 周恩 给他打电话 给他写信 恐吓他 威胁他 说是他打开了潘多拉的磨盒 是他创造了这些毒品 是他导致了自己的亲人的死亡 周恩在两年之后 也就是2010年发表论文做了一个澄清 在2010年6月份 英国药理学杂志第160卷 第585页 周恩做了澄清 承认JWH-018是毒品香料中的主要成分 但这个东西不是他生产的 这是毒贩的生产的 从此以后 周恩再也不接陌生人的电话 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并且自己搬到了一个山头上的小木屋里边 与世隔绝 周恩把所有的JWH系列化合物的科研资料 全都交给了美国基督局 让美国基督局去生产出毒品检测试纸 并且周恩承诺在2020年之后 愿意向加拿大政府提供技术支持 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 是植物毒品大麻已经泛滥了 那么如果继续泛滥下去的话 就成了化学毒品大麻的泛滥 肯定会有毒贩子 会把化学毒品大麻 喷到植物大麻上 然后再当成植物大麻卖掉 那么这个劲儿会更猛 可以卖更多钱 有这个利润空间存在 那么加拿大它已经大麻合法化了 这个坑它肯定会跳进去 接下来加拿大政府需要面对的 就是化学毒品大麻的泛滥 然而化学毒品大麻 它是一级管制物品 我相信加拿大政府 它不会把一级管制物品合法化 那加拿大政府就只能去禁止 化学合成大麻 那它就需要化学大麻的发明者 周恩的技术支持 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禁止化学大麻 但是地球上最需要禁止化学大麻的是 加拿大和荷兰这两个国家 还有以下的国家或者地区 格鲁吉亚 乌拉圭 美国的九个州 西班牙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国 比利时 伯利兹国 伯利维亚 巴西 柬埔寨 治理 哥伦比亚 哥斯达利加 克罗地亚 捷克 丹麦 厄瓜多尔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德国 印度 伊朗 以色列 意大利 亚美加 老挝 来索托国 卢森堡 马尔他 墨西哥 摩尔多瓦国 摩洛哥国 缅甸 尼泊尔 挪威 巴拉圭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俄罗斯 斯洛文尼亚 斯里兰卡 瑞士 泰国 乌克兰 越南 一旦化学大麻被喷到了植物大麻上 抽大麻的这些吸毒人员 他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但这个劲儿会特别猛 搞不好会当场把人给弄死 JWH018这种化学大麻 他只需要5毫克 就会让人进入严重的幻觉状态 10毫克的话生命垂危 50毫克的话诱发癫痫当场死亡 现在我在合法合理的尺度之内 给你解释一下 JWH018的化学结构 它的母体结构是 周恩·威廉·霍夫曼发明出来的 就是奈基加上引朵环 在引朵环上多出来一根物基 就是JWH018 在引朵环上多出来一根丁基 就是JWH073 在引朵环上多出来一根乙基 就是JWH019 这些东西和相关的400种 JWH系列化合物 全都是一级管制物品 生产这些东西就是杀头的罪 周恩使用了空间和电子效应 把Δ9-T10C 对应到了奈基引朵这个母体结构上 但是Δ9-T10C跟奈基引朵 根本就没有关系 JWH系列化合物 完全是平工创造出来的 一种新的东西 它履行的职责 跟Δ9-T10C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植物毒品大麻里边的Δ9-T10C 它是部分CB受体机动机 它只能激活15%-50%左右的CB1受体和CB2受体 然而JWH018它是完全CB受体机动机 它能激活100%的CB1受体和CB2受体 并且效力比Δ9-T10C强五倍 JWH018它跟植物毒品大麻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它更加的致命 有可能当场会丧命 2010年美国基督局已经把这些东西设定为一级管制物品 但是在1995年到2009年这个时间区间内 这些东西没有被设定成管制物品 由于周恩刚开始开发的时候 它就考虑到化学合成成本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它成本就低 再加上当时不受管制 再加上它跟大麻的效果一模一样 再加上它5毫克就能产生效果 再加上它毒品检测验尿的时候 验不出大麻阳性 所以这些东西立刻就开始泛滥了 这些东西泛滥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基督局没有及时的发掘它 其实任何国家的基督局 它都非常严格的去筛查最新发明的毒品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毒贩子总是去钻空子 这些毒贩子使用新发明出来的新的版本 去迭代以前的版本 最终美国基督局明白过来了 就把毒品的定义重新大改了一遍 凡是含有奈基引朵环 并且在引朵环上插东西的 全都被定义成合成大麻 美国基督局有点反应迟钝的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舒尔金 他退出了基督局 如果舒尔金还在的话 那么这些问题可以在几乎几天之内就解决 然而这一号就是15年 至于舒尔金是谁 请看上上期 JWH-018这种化学合成大麻 它在大脑中的作用路线 跟DERDA9T10C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上一期已经解释过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JWH-018所导致的后果 自发的身体感觉 镇静 运动控制丧失 抽搐 癫痫 实际增强 脱水 血管舒张 心率增加 止痛 身体沉重 或者身体轻盈 重力变化 增强情绪 心快感 思维连贯性 焦虑 惊恐发作 概念思维 去个人化 梦想意志 进入增强 音乐欣赏程度增高 分析意志 记忆意志 偏执狂 精神病 思维减速 听觉时针 听觉增强 色彩增强 视力意志 几何形状 JWH-018在致死剂量会导致的结果是 偏执 精神病 妄想 严重焦虑 增加攻击行为 恐慌症 记忆丧失 困惑 紧张 幻想 杂烂无章的说话 自杀意念 自残 肌肉张力障碍 严重癫痫 剧烈头疼 剧烈呕吐 强制给药 在中等剂量下会导致 记忆和学习障碍 感知扭曲 难以思考 难以解决问题 失去身体协调 焦虑偏执和惊恐发作 我们保护自己的最高效率方式是 不去伤害别人 并且不去伤害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